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米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个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刚刚成为商家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了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容易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光泛 原创徐家长江商报 上市仅一年时间 闭心物联688671 SH就因信批违规被处罚 日前 闭心物联披露公司 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因存在相关信息 披露不充分 为及时披露 定立重大合同事项 关联方认定不完整等问题 深圳证监局决定 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包括公司董事长和院平等在内的四名高管 被采取监管谈话的措施 不仅如此 上交所也就闭心物联的违规问题 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同时 闭心物联IPO项目的两大保健代表人 被上交所予以监管警示 2023年8月 闭心物联在科创板上市 上市首年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 夏同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扣非净利润 夏同同比分别减少59.96% 80.44% 2024年上半年 闭心物联的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 分别亏损6.54万元 1097.88万元 同比减少125.12% 153.66% 需要注意的是 闭心物联的IPO木头项目进度较为缓慢 截至2024年6月末 公司首发木头项目 整体投资进度为7.4% 其中 智慧生态环境 大数据服务项目并未投入资金 搁置时间超过一年 存三大违规问题 深圳证监局开出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显示 闭心物联存在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闭心物联存在相关信息 披露不充分的问题 深圳证监局指出 闭心物联于2023年7月11日已初步形成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但在2023年7月和8月披露招股书时 为更新半年度业绩预计数据或对实际业绩与原预计情况的差异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违反了相关规定 其二 闭心物联为及时披露定立重大合同事项 深圳证监局认为2023年10月11月 闭心物联签订GPU硬件设备采购合同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但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违反了相关规定 其三 闭心物联还存在关联方认定不完整的问题 主要为公司将赵建伟认定为关联自然人 但未将赵建伟实际控制或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认定为关联法人 不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相关规定 深圳证监局决定对毕心物联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深圳证监局还指出 毕心物联的董事长和院平 时任总经理朱英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财务总监王静对信息披露不充分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董事会秘书潘海棠对未及时披露重大合同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深圳证监局决定对上述4名相关责任人采取监管谈话的措施 除此之外 毕心物联还收到了上交所的罚单 因公司未及时报告并披露业绩预计与实际财务数据存在较大偏差的情况 重大合同披露不及时 上交所对毕心物联及相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同时 毕心物联IPO项目的两大保健代表人也被上交所予以监管警示 毕心物联于2023年8月9日上市 公司发布的半年报显示 2023年上半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68亿元 净利润为2390.7万元 大幅低于预计数 部分IPO木头项目已搁置一年 上市仅一年就因性批违规问题收罚单 毕心物联的业绩表现也不理想 据了解 毕心物联主要生产物联网架构上的感知层仪器及大数据应用 及数据生产单元的仪器仪表及大数据处理平台软件 产品已经在生态环境 水利水物及公共安全领域有一定的规模化应用 2022年 毕心物联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减少17.49% 18.54% 分别为4.72亿元 5837.02万元 但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5366.29万元 上市首年及2023年 毕心物联业绩降幅扩大 当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亿元 同比减少25.9% 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为2337.2万元 1049.5万元 同比减少59.96% 80.44% 2024年上半年 毕心物联实现营业收入1亿元 同比减少40.28% 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为亏损6.54万元 1097.88万元 同比减少125.12% 153.66% 对于上半年业绩亏损 毕心物联称 主要系智慧环境监测行业 上半年市场需求总体下降 行业技术产品也处于升级过渡期 针对智慧环境监测产品的 大的建设项目相对减少 同时部分地方财政资金较为紧张 导致在执行订单部分项目 工程进度放缓 项目验收时间延后 使得营业收入下降 公司正在拓展技术与产品 在水利、海洋、农业、应急等行业的应用 目前进展良好 但转化为收入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收入下降的同时 毕心物联项目进展放缓 也导致交付周期延长 现场执行成本增加 造成净利润整体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 毕心物联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募集资金总额7.09亿元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募资净额约为6.23亿元 计划分别投入到智慧生态环境 大数据服务项目 智慧水务大数据 溯源分析服务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截至2024年6月末 毕心物联上述三大木头项目中 智慧水务大数据 溯源分析服务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分别已投入1076.26万元 1986.64万元 投入进度分别为6.34% 38.91% 智慧生态环境 大数据服务项目并未投入资金 搁置时间超过一年 换言之 截至2024年6月末 毕心物联的三大IPO木头项目 合计仅投入资金 3062.9万元 整体投资进度为7.4% 2024年8月末 毕心物联已对上述搁置 超一年的智慧生态环境 大数据服务项目 进行重新论证 并决定继续实施该项目 独家深度推荐 对被告人吴志勇 以重大责任事故罪 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对被告人龙天凯 任罗生 薛宪宗 以重大责任事故罪 判处6年6个月 至6年有期徒刑 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判处被告单位 湖南湘大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 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判处谭华等6名被告人 4年9个月 至2年9个月不等 有期徒刑 均并处罚金 从业禁止终身 对被告人周正茂 以玩忽职守罪 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 对冷金科等4名被告人 以玩忽职守罪 判处5年6个月 至3年9个月不等 有期徒刑 2022年4月29日 长沙市望城区 一居民自建房 发生倒塌事故 该自建房 西望城区 金山桥街道 金平社区 凡书湾祖村民 吴志勇家民宅 因违法违规建设 改扩建等原因 导致倒塌 造成54人死亡 9人不同程度受伤 和严重经济损失 经审理查明 吴志勇在未取得 合法建设手续的情况下 故请吴设计资质人员 龙天凯进行设计 故请吴施工资质人员 任罗生 薛县宗 违法违规建设 加层扩建房屋 将违法建筑出租 用作餐饮 住宿等经营场所 在发现房屋重大安全隐患后 未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在出现明显倒塌征兆的情况下 仍未采取紧急避险疏散措施 造成重大伤亡事故 和严重经济损失 吴志勇还伙同他人 多次任意损毁他人财物 情节严重 湖南乡大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谭华 杨双富 宁涛 公标 和挂名检测人员刘登 汤色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长沙市旺城区原副区长周正茂 旺城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执法大队金山桥中队员中队长冷金科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可 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 原二级调研员谭金 原湖南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评审员 景辉和斯秉燕玩忽之手 周正茂还有受贿行为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情节 造成的危害结果 急认罪毁罪表现等 法院依法做出前述判决 海河判的夜 是流动水波中的盛夜 五大道的洋楼 可以用光影 运染光阴 煎冰果子的香 是舌尖的享受 也是心底的情节 相声包袱里 藏的是乐呵乐呵得了的生活哲学 何以添金 来来来 这就跟您说到说到 一日雨夜 早餐是天津人一天的精气神 放眼望去 各式的早点铺和街边的小推车 总是挤得满满当当 煎冰果子 炸糕 嘎巴菜 豆腐脑 卷圈 云吞 面茶 选项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吃马好 马都好吃 吃饱喝足 该成练了 天津的各大公园里 硬核整活时刻到 藏龙卧虎的民间奇人们 以不同的高端锻炼方式 让天津的公园 成了网红打卡地 说学逗唱 整杂技上绝活 天津拜拜 没点本事 不敢出门 接得了地气 也有的是洋气 当素有万国建筑博览院之称的 五大道开始沐浴着阳光 哥特市 巴洛克市 拜占庭市 英格兰田园市 中西河壁市 千余栋小洋楼 雕花的栏杆 彩色的玻璃窗 最是上进的时候 城市建筑的百年风华 都凝聚于此 也彰显着天津兼容并蓄的性格 幕布辖街的近代名人故居 藏着多少风云际会的故事 各类新颖的美食和文创小店 引得无数游客榴莲 如今 更多小洋楼资源正在被盘活 将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夜幕降临 游客仍在排队 登上天津之眼摩天轮 在海河三叉河口 跨河而起的天津之眼 是当代天津的旅游地标 乘坐摩天轮 升到最高处 可以俯瞰天津璀璨的夜 二和雨海 都说 一座有魅力的城 离不开一条河 酒水出烟山太行 流入金箍大地 它们便共同以海河之名 流入大海 作为天津的母亲河 海河是天津文化的发源地 见证了城市的变迁 顺着海河 一路游览 可以尽情品味 一桥一景 感受到天津百姓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欣赏到这座城市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 还有一条河 与天津的兴盛息息相关 作为运河再来的城市 从历史流向未来的千年运河 塑造了天津的性格与样貌 诉说着曹运盛衰的历史 运河还将水路变成画路 让笔法细腻 寓意极强的 杨柳青年画 销往全国 天津不仅有河水的蜿蜒 还有海浪的奔腾 天津 是渤海湾畔的明珠 是一带一路 海路交汇点上 首批沿海开放之城 向海而新 迎朝而上 天津港作为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大港 连续多年 跻身世界港口前石墙 已从百年大港 转型为 智慧之港 绿色之港 往来穿梭的游轮 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步伐 三 旧与新 天津古文化街 又称金门故里 作为天津这座城市的原点 1404年12月23日 天津在此片设位铸城 如今 长达600多米的主街上 中华老字号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商家伶俐 在新业态 新功能的滋养下 传统的老街活起来 引得来此打卡的人们 三不一驻足 天津 还拥有许多个第一 第一台电视机 第一块手表 飞鸽自行车 牡丹缝纫机 鸵鸟墨水 这些新中国的第一 和家喻户晓的生活用品 都诞生于天津 从特色美食 到工业产品 各类老字号 成为时代弄潮儿 天津没有止步于过往的璀璨 而是阔步追逐新的明天 立足经经济 面向国内外 天津正在加快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深挖特色资源 彰显城市魅力 创新推动城市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 打造北方国际邮轮旅游中心 擦亮洋楼历史文化名片 做强乡村经济 今年国庆假期 天津接待游客总量 1837.7万人次 较去年国庆八天假期 接待游客总数 增长225.28万人次 增幅为14.0% 热门商圈 沉浸式剧场 老字号店铺 人头攒动 竟想国际饭 文艺饭 新潮饭 这是天津 人们口中的梗儿都 梗儿的俏皮率真 那份诙谐幽默的背后 是这里的人们 对生活的热爱和赤诚 这是天津 中西文化融会 传统与现代交织 这座城市的气质里 有的是活力 开放 包容 日与夜 和雨海 旧与新 谢奏四天经 我们下期见